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DER 今天這集來的比較晚 因為前幾天試玩暗黑花了不少時間 這一款是來自老遊戲翻新玩法的 永遠的七日無盡開端 開發商是中國的網易 台灣的代理商是網易的主公司 隆益 最早是在去年9月8號與日服上架 但營收表現來說 就是一個慘 原因的話我覺得在看過遊戲以後 也是不太意外了 其實這款遊戲上架前就略有耳聞 最早以前台灣的龍城 有帶領過另一款永遠的七日之都 在2018年上架 但後來還是GG了 目前剩下的陸服還死撐著 當時台服也發生過不少事件 具體的話可以再去Google懶人包 我也是以前看過但並沒有參與 當時的遊戲就是以劇情為主打 所以我先錄為主的認為這款也是 所以想說等中文版上架 並沒有先行去下載日本做雲評測 結果證明 我還是太年輕了 這些廠商對待放置遊戲的態度 也是將劇情檔直接捏碎了 遊戲為二次元放置類卡牌揚成 有點類似劍與遠征的玩法 但我總覺得它很像某款遊戲 一時想不起來 角色的立繪建模水平 就是那種擺明告訴你 我可是用虛幻引擎做的 你可不要不是好歹 但實際上就是普通到不行 放置類玩法其實並不是不行 但至少建模水平要拉高一點 總是想出些廉價的二次元老婆 就讓玩家課金買單 除非你的廣告跟課金代言夠強大 不然也都只是炮灰 戰鬥玩法也就那樣吧 讓你一關接著一關的 靠電腦掛機戰鬥 並不是很讓人意外的做法 而整體界面搭配起來也有種廉價感 而明明市場擺著這麼多作業讓你抄了 能達到60分卻只選擇做30分 真的別怪玩家不買單 建議還是重修後再來吧 課金方面也是一副百明告訴你 充錢你就是老大 不定時就彈個廣告 這種介面跟福利也是引到玩家課金 不僅讓我想到之前介紹的迪士尼走遊 但它至少是頂著世界級IP的黃袍加深 而你這款就是個小眾IP 不許原粉智慧買單 但萌新玩家並沒有情懷給你哥啊 又想到陸續還有幾款遊戲要上架 真的不知道這類充滿廠商刻意的手遊 到底還要忽悠玩家多久 結論 窮則獨善其身 克則前善當下 單看日本目前的狀況 台版我預計大概半年就差不多可以進火葬場了 也算是給這IP燃燒最後一點價值吧 那後面就是6月份的營收月報整理 那因為本次會稍微多一點 還請各位耐心看完 出現的順序無關排名 只是個人製作方便而已 因為有些遊戲可能因為開服時間的關係 營收偏低是很正常的 雙方的市場 要不知道本次的營收 是否有哪款是讓你驚訝的遊戲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是我的名穆 5個分別 看看你的名穆 你怎會看 你要不及 我會拍攝 我會拍攝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我會拍攝 你怎麼看